猎狗群与野狗群对峙 野狗首领竟率先出手 竟直走到猎狗面前 伸出爪子就往脸上招呼 猎狗的数量明显不如野狗 被羞辱了也只是呲牙低后反抗 见猎狗首领不敢反抗 野狗气势更胜 狗爪子再次往脸上招呼 双方选手都很克制 暂时没有展开真正的厮杀 但是作为草原二哥 岂会任人宰割 数量不占优势的猎狗 最后能否战胜野狗呢 感兴趣的朋友点击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草原二哥与三哥相遇 双方向来水火不容 碰面自然分外眼红 猎狗上来就想在气势上强压一头 殊不知野狗丝毫不怂 竟顽命反扑 硬得遇到横的 猎狗群瞬间被逼得节节败退 甚至猎狗首领的两个小弟 连大气都不敢出 只有他自己硬着头皮死磕 但对方数量占优 他也不敢过于嚣张 不然激怒了野狗群 凭身边这俩怂货 真打起来指不定会直接卖了自己 然而就在此时 身后的猎狗突然硬起了一把 野狗见状立马躲得远远的 好家伙 感情两边都在虚张声势 双方隔空对峙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为了缓解气氛 野狗选择率先出手 由于双方军有所忌惮 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的直接展开厮杀 而是宛如斗舞一般 你来我往 却不商计彼此分毫 但纵观全局 数量占优的野狗气势明显烧胜一筹 因此 面对野狗首领不停的拳打脚踢 猎狗却不敢还击 然而双方除了俩领导在干政事 其余成员几乎都在摸鱼滑水 仅有一只野狗主动出面替领导分忧 另一只久居幕后的野狗剑壮 也则是上前加入战场 野狗首领并没有休息 而是趁机伸入敌后 他也是策反两只不务正业的猎狗小弟 猎狗首领剑壮急忙打断了他的游说 倘若他俩真被策反离开 自己就成了众矢之地 好在之前那只硬气的猎狗小弟 还有点古迹 虽然被冲过来的野狗吓退 但至少比另一只始终趴在地上的怂货要好得多 眼瞅着野狗数量越来越多 几方却迟迟没有支援 在挨了野狗俩耳光后 猎狗首领也终于后退 不再硬撑门面 明知道野狗群大概率是虚张声势 可他也不敢冒险去赌一把 在没有同伴数量上的支撑下 最后猎狗不敌落荒而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